然後我覺得其實有一些書跟有一些我平常會追蹤的一些Youtube 它都可以讓人有一種無感的練習 你們都喜歡看哪些Youtuber 我可以傳達一下嗎 你們都是看音樂頻道嗎 應該不是吧 讓我猜猜大衛王呢 有喜歡大衛王系列的什麼 食物啊 食物部分嗎 還好就不敢承認 食物部分我們要交由後面這位來 就是跟大家說明一下 簽簽之類的嗎 我自己其實蠻喜歡看很多那種怪力亂型 什麼外星人啊 不是老朋友小朋友什麼 就是一些比較 就是最近還得知一個消息 也管他的 反正就是查到新聞 然後聽到廣播 就是其實你知道精心上面本來一直被認為有可能會有生命跡象 但因為它有一面太陽照射到那面是很熱的 所以一直覺得不可能 但最近我發現 因為我們骨子也是天文 然後發現另外一面其實好像 有測到一些可能有微生物或是生命跡象 就覺得好興奮 很想寫手 又是要帶我去金星 就覺得地球也不適合居住 它就是在後面被發現一個就是 微生物吐出來的廢物這樣子 所以跟大家說一下 微生物吐出來的廢物 就很像我們人類 反正我們在 呼吸的時候會吐出一個廢物 一個生命特徵的感覺 對 但是金星上面可能就會有一些微生物 它就像地球上面有一些 新的地殼 對 就是吐出來一些廢物這樣 所以想像一下那個在金星上面 充滿一堆 一堆 微生物的 怪廢物在那邊爬 總之其實 我自己是堅信 其實連金星上面 如果真的有生物的話 他們還在猜到底地球上面有什麼 我們就是彼此在一個 不可能看到的光年裡面猜 其實事實上也有很多地方 所以因為這個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可能覺得自己 在這個世界上是被孤立的 那很正常 因為整個銀河系 外面還有銀河系 你的特意讀行或是你不被了解 其實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用 就像剛剛講的 早睡早起的都是來框架我 但其實有很多 也許像我自己的作息 我有可能會24小時不會睡 然後又睡16個小時 所以我有時候是用1.5天過一天 然後我爸媽在房間敲門 就以為我死了 在房間裡面 但後來他們就習慣了 然後也因為這些梗 或是自己的想法 然後寫了一首曲 然後這首歌 就是跟這種耐平均 或是遇外星人有關係 然後如果你們有聽 一比天負城的新專輯 無人知曉的話 可以發現 這首歌就叫做鐵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比的專輯 那今天可以把這個 當初我們創作的版本 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覺得自己是一個萬星人的話 你可以感受一下這首歌 這首歌 我也有三個口號 我不知道 我還是在那邊 你的歌 我還是在那裡 有這首歌 不知道 不應該是 你得到高了 明星的老闆 或者是在那裡 翻过一个圈 飞进的脸 他扶手的与你停 追尘降落散了一次 烟火把冰封惊醒 追尘降落散了一次 我来抵达怎么飘飞 我把冰封惊醒 你停留 当你像不复杂的图看在 我心里留下我保养 我心仍死在天里 我心仍死在天里 我看过一个圈 飞进的脸 发风说的与你停 趁着脚落散了雨停 痛魂眼里冒进心 我已经被你心却转去飞 为了你太走容 我心仍死在天里 所以说完你飞进的脸 你رchen 我心仍死在天里 正继续 祝民团队 今天 你受死 region 我真是在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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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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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願意